感染麻疹很嚴重嗎? 只要得過麻疹就有免疫力 那為什麼我們還需要接種疫苗呢? 麻疹是已知傳染性最強的傳染病之一 現在雖然已有疫苗可以預防 但世界上部分地區仍有孩童為及時接種 所以在這些地區麻疹仍是5歲以下幼兒死亡的重要原因 感染麻疹可能出現發燒、流鼻水、咳嗽、睫膜炎、科斯斑等症狀 治療方式以症狀治療為主 聽起來好像跟普通感冒沒有兩樣 但部分患者感染麻疹可能出現中耳炎、肺炎或腦炎等併發症 嚴重者甚至死亡 另外孕婦若感染麻疹也可能造成嬰兒出生體重過低 自發性流產、早產等情形 麻疹會經由空氣、飛沫傳播 或直接接觸患者鼻腔、咽喉、分泌物而感染 患者打噴嚏或咳嗽的飛沫 在密閉空間中兩個小時內仍有傳染力 所以若與病患同處易密閉空間 即使沒有接觸還是有感染的風險 再加上麻疹患者往往不自覺已感染 若沒有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出診前後4天內或是發燒前1天到退燒後3天都具傳染力 所到之處都可能造成群聚感染 一旦離世離病 出診前後4天內都需隔離以免擴大傳播 預防麻疹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種麻疹三線炎 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公費MMR疫苗接種對象是我們的國家幼苗 於出生買12個月即滿5歲至入國小前各接種一劑 另外由於孕期不能接種MMR疫苗 15歲至49歲育齡婦女如果檢據3個月內 德國麻疹抗體陰系證明也可接種公費疫苗 而1981年後出生的人相較於其他世代 麻疹抗體盛行率較低 且小時候接種疫苗所產生的抗體隨時間衰退 依此如有需要前往麻疹流行地區 建議也可自費接種一劑 還想知道更多麻疹Q&A或是哪裡可以接種疫苗嗎? 快掃描QR Code查詢吧!